小白狗脖子被海軍陸戰隊士兵 用鐵鏈綁著整個身體懸空 表情痛苦 不斷掙扎 但吊著他的士兵 竟然眼睜睜的看著小白狗窒息死去 還出言嬉笑 讓人發指 小白永遠忠誠 永遠忠誠 不怕苦 不怕難 不怕死 就去死吧 士兵吊死小白狗自拍影片炫耀 還大言不慘 說出海陸對訓 動保人士接到影片 氣得衝到營區質問殺狗士兵 你為什麼要打他腳 為什麼 穿著海軍陸戰隊制服的 就是遭控虐殺小狗的張姓士兵 在臉書PO上穿軍服 牽小白狗散布照片 沒有想到竟會狠心殺狗 張姓士兵坦承 因為部隊的誠信班長說 不想再看到小白狗 竟然夥同胡姓士兵 用棍棒殴打小白狗 手段凶殘 張姓士兵事後還向有人說 這就是他想出最好的解脫辦法 每天被揍 他也痛苦 反正就是我決定要把他做掉的 虐殺小狗毫無悔意 讓人痛批 泯滅人性 我問你 他會咬人 你鐵鏈怎麼綁他的頭 你不要跟我說謊 他會咬人嗎 會 那你鐵鏈怎麼用的 遭到洞保團體標罵 張姓士兵心虛不敢抬頭 但洞保處要對虐殺小狗的士兵 做筆錄時 竟然遭到海陸政戰處長阻攔 海陸處長第一時間阻攔洞保處調查 三名士兵現在也神隱不敢出面 雖然軍方代表坦誠會依法辦理 絕不寬戴 但骁勇善戰的海軍陸戰隊員 竟以殘忍手段虐殺小狗 實在讓人難以接受 記者 陳古名 陳昭虎 SNG小組 高雄報導